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所示 一牽直懸掛的彈簧 下端系一個物體 在彈簧的彈力 和地球引力的作用下 物體牽直上下震盪 圖中AB兩點分別為物體運動的最高點 跟最低點的位置 而C為A到B的終點 所以C這個是平衡點 平衡點 這兩個是端點 那麼回答下來了 我們看第一小題 當物體由上往下運動 從這裡往下運動 非常接近B點的時候 因為它在這裡做簡協運動 當它非常靠近B點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呢 彈力是 就是說 彈力加重力 彈力比較大 彈力大於重力 作用的力量是往上的 所以它速度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到最後是漸子 它說下列有關物體速率的序述和正確 我們看A選項 它速率最大 且為等數 端點的話 它速率等於0 靠近端點的時候 它速率越來越小 因為它的加速度往上 就以這個當平衡點 當它在平衡點上面的時候 加速度往下 當它離開平衡點 在這個 C雷下方的話 它加速度往上 所以它慢慢的速度越來越小 到最後變成0 變成0 再反彈 所以端點的速率是最小的 等於0 所以A選項是錯的 再看B選項 速率最大的都是錯的 再看C 速率逐漸減慢 從這裡到這裡逐漸減慢 對了 趨近10這個對 好 第一的話呢 速率趨近10是對的 但是逐漸加快是錯的 它是逐漸減慢以後等於0 再往回走 速率越來越大 到達平衡點速率最大 再離開以後速率變小 到達端點來說 速率又等於0 所以B是錯的 好 這樣我們看呢 速率接近10這個對 且為等數不對 從頭到尾的話呢 通常都是變加速度的運動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C 速率增加速度 速率增加速度